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来目由极力熬动 安身不闹也独家冠名不出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就我们国家这个疾病的发病率 世界第一了 很多的患者被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中晚期 而这个疾病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某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所以就让我们觉得特别地紧张 就是肝癌 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疾病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跟我们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哪些行为习惯 我们的哪些生活的方式 会成为致病的高危因素 从而让我们远离这个疾病 那首先让我们一热烈掌声 请出今天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 赵宏主任医师 掌声欢迎赵医生 赵医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的到来 有请 这个病呢 其实应该说不陌生了 大家都听过肝癌 可是为什么它就会成为 发病率第一呢 它是不是说这个肝脏这个器官 就是它很脆弱 它很容易受伤害 可以这样理解吗 肝脏这个器官比较特殊 那么我们既可以说它很脆弱 但是我们又可以说它很坚强 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 肝脏它承担一方面工作 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化工厂 我们每天从外界 摄入的很多的东西 无论是好的 还是有毒有害的东西 我们最终都要在 这个化工厂当中去处理 那么它还有很多的 比方说它会分泌胆汁 消化液 它去合成白蛋白 合成各种凝血因子 所以肝脏的一个生理功能的话 其实它大概有500多种 正是因为它承担了 这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 实际上来说 如果有一些外界的 一些不良的因素 对它进行影响以后 确实它是比较容易受伤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肝脏确实它是比较脆弱的 但是肝脏它又非常的坚强 或者强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 说这个普罗米修斯为人类 盗取了火种 对 是吧 然后那个宙斯要惩罚它 就把它绑在一个悬崖上 用铁链子拴着它 然后每天会派一只老鹰 去着食它的肝脏 但是第二天 它的肝脏又长出来了 这个老鹰就可以每天 继续再去着食它 那么其实这个神话故事 应该说是有它的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生理基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肝脏的这个 代偿的能力和再生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实际上人的正常的肝脏 如果能够保留25%到30% 就足够去支撑人所需要的 这样一个生理的 这样一个功能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把70%的 这个体积的肝脏切了 如果这个病人 它实际是一个 原来肝功能比较正常的 这种情况底下 它是可以代偿的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它没有这个 非常严重的肝硬化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病人 它的肝脏 你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去这个做CT啊 核磁再去检查 会发现它的这个 肝脏的体积 会有明显的增大 我们的肝脏功能强大 责任非常的繁重 而且它工作的环境 又非常的恶劣 因为它是要代谢 那些杂质的 就导致了它可能会 在恶劣的环境当中 工作那么久 你再对不起它 它就难免会出问题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 跟大家一起来 一一揭开导致 肝癌发生的几个 高危的因素 也一起来测试测试 看看大家会不会暴露 在这些高危因素当中 那我们就来看看 增加肝癌风险的 第一颗雷是什么 乙肝病毒杀伤力 五颗雷 为什么病毒的杀伤力 这么大 给了五颗雷 给了五颗雷 我觉得从它的重要性上 有全球的流行病学的 数据统计 肝癌的几个病因当中 乙肝病毒 在归因分析当中 它是占到最重要地位的 在全球 那么乙肝病毒 对于肝癌的 归因的贡献 大概是33%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 那么它的贡献是37% 那么另外一个 如果从中国的 这个流行病学的 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的肝细胞癌 那么实际上 80%以上是合并有 乙肝病毒感染的 或者说是一个 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 肝癌 从这个致癌因素 去促进这个癌发生 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确实也有 比较明确的数据表明 乙肝病毒 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感染 对于肝癌的发生 它其实它的严重程度 或者它的这种迅猛的 这个强烈的程度 会比包括像饼干啊 像酒精啊等等 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厉害 那么乙肝是如何 演变成或者叫发展成了 肝癌的 我们通过一个道具 给它来解读一下 桌子上有西红柿 芒果 菠萝 这个怎么来说明 这个问题呢 赵医生 实际上呢 这个芒果呢 我们看见就是 它比较光滑 或者如果从这个 外形上来看呢 实际上跟肝脏 好像看起来也多少 有点像是吧 有几分形式 对 只不过颜色不太像 对 那么一个正常的肝脏呢 应该是比较红润的 然后表面非常光滑的 这样的肝脏呢 实际上这个如果 万一不幸是吧 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 由于乙肝病毒呢 它是一种DNA病毒 那么它的这个DNA病毒呢 它是会把它自己的 一些DNA片段 我们就要整合到 人类的基因组里面去 那么所以呢 乙肝病毒呢 其实感染了这个肝脏以后呢 那么一方面我们讲 它的基因组会出现变化 第二个呢 我们也不要忘记 它是一种病毒 病毒的话呢 感染了细胞 那么实际上 它就会引起 机体的免疫反应 那么这个免疫反应呢 就是它周围会有一些 免疫细胞 那么会去攻击它 尝试去这个处理它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肝脏的细胞 我们刚才讲了 还是会不断地在 再生 增生 但这种再生 增生呢 在这个病毒性肝炎的 这种条件底下呢 其实它就是会出现 我们叫做异常的增生 那么异常增生以后呢 那么这个肝脏呢 那么再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是说 表面那么光滑的 那它就慢慢地 进入到了一个 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讲肝硬化 如果在病理里头 其实我们看到的 都是那种 这个不太规则 这种节节样的增生 直接去看它的 这个外观的话呢 要到这种 咯咯哒哒的阶段 那可能是已经 比较重度的情况 那么最一开始呢 只是说肝脏的这个颜色 色泽有变化 那么肝脏的这个 所谓的质地 会有一些变化 柔软程度会有变化 然后慢慢地 肝硬化进一步严重 它才会出现这种 表面咯咯哒哒的 这种样子吧 那么从乙肝感染 到慢性乙肝 然后到肝硬化 那么这是两部曲 那么肝癌的 所谓的三部曲呢 就是肝硬化 如果进一步地 再发展 那么它就有可能 会出现肝癌 那么在肝硬化 像肝癌进展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 做了很多的研究 因为我们讲 癌症 从根本上来说 我们现在认为 它还是一种基因病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乙肝病毒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比如说 你看到今天的我 和昨天的我 那么好像 我的样子没有变化 对啊 但其实我体内的细胞 无数的都已经消亡了 这个理解 被代谢掉了 但又有无数的 新的细胞又出来了 那么新出来的细胞 为什么和老的细胞 是一样的呢 就是昨天的我 和今天的我 为什么看起来 还是一样的呢 是因为细胞里面的 这个遗传物质 由老的细胞 给到了新的细胞 但这个给的过程呢 我们知道 有很多种 那么实际上 人体的这种 遗传物质的这种传递 它不是像这个 传家宝手镯那样 这个把手镯传下去 它是靠的一个 类似于像复印的 这样一个机制 就是它需要对 老细胞的这个DNA 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复制的过程 我们知道 那么任何好的复印机 或者再好的生产线 它都有出错的可能性 所以复制的次数越多 那么它出现错误的 概率就越大 对 所以当这个肝硬化的 这个肝脏 那么在HPV 也就是乙肝病毒的 不断的这个攻击 和整合底下 当它在一些 非常关键的 基因组的位置 关键基因附近 它出现了 我们叫突变 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肝癌 比如说这个 某一条这个生产线上 最重要的这个 比方说扣的盖子的地方 是吧 它刚好在那个附近 出问题了 那你所有出来的那盒子 全都是不正常的 就这个意思 这个西红柿 其实呢就是 想给大家表示一下 就是当这个肝硬化的 肝组织 最后出现了这个肝癌以后呢 就像这个西红柿一样 它就在 咯咯答答的菠萝表面 又长上了西红柿 这是来代表最后的肝癌的 一个急性的 乙肝那个感染 可能大概有 30%左右的病人 它会转化成慢性的乙肝 那么进入慢性乙肝以后呢 其实就有一定的概率 比如大概 30%到40%的概率 它会慢慢慢慢慢慢 肝纤维化 然后进入到一个 肝硬化的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 肝硬化的阶段以后 大概每五年 大概有10%到15%的病人 会发生肝癌 那其实刚刚我们 请赵医生解读了 乙肝和肝癌之间的 这种相关的关系 所以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一看 生活当中 我们感染乙肝的风险 到底有多少 各位 如果你有以下的经历 请举牌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生活 生活当中 我们感染乙肝的风险 到底有多少 各位 如果你有以下的经历 请举牌 文美打耳洞 请举牌 有没有 我打过耳洞 好 下一个我们来看 修脚 修脚 这个太常见了吧 有修过脚的吗 没有 针灸减肥 谁有过 我有 你没扎过吗 没有 你还不扎 你想干什么 运动减肥 运动减肥 我扎过 有吗 没有 没有 你看我们都这么瘦 好 下一个我看 共用刮眉刀 刮眉刀就是因为也是工作关系 因为上镜需要化妆 所以在化妆间的时候 可能化妆师觉得 你这眉毛可能长出了新的眉毛了 可能得修修形 理解了 这个时候 这个大家都共用 有是吧 对 我有用刮眉刀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眉毛很多的 每次化妆的时候 总是需要刮一刮 修一修 这样呢 就是大家使一个嘛 那时候还不可能说一人使一个 然后 共用剃须刀 这个我有 这个有一年我回家 回老家 然后呢 自己忘了买那个剃须刀 忘了带了 然后刚好我爸有嘛 那就顺手用一用 好了 现在我要跟大家说 请有风险的嘉宾 要贴地雷标志 那么谁有风险呢 赵医生 只要有一条 实际上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 那我这个也算了 来吧 先贴上 老老师贴地雷吧 乙肝病毒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呢 其实它是多的 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一个 我们叫学业传播 就是经过这个血液系统的这种传播 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在 比方说我们这位美女 打耳洞之前 刚刚有一位感染了乙肝的一位患者 用同一个打耳洞的这个枪 耳钉枪 或者是这个同一根针 她刚刚穿过 是吧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恐怕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 肉眼还是显微镜 都很难做到一个 所谓的无血操作吧 是吧 没错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那如果那么简单的 比方说她仅仅用酒精啊 什么做了一个消毒 然后用同样的一个针头 给下一位 没有乙肝感染的这样的 我们的一个健康人 去做这样一个操作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体液的交换 那么会出现这个乙肝的感染 比方说和别人共用修脚刀 刚好这个修脚刀 给这个乙肝病人刚修过 那么在给你修的过程当中 万一碰到了小的 这种微小的这个伤口 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 比如说这个共用剃须刀 我想可能每一位男士都会 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好像几乎没有谁 自己给自己这个剃须的时候 没有刮破过吧 怎么的一辈子也得刮破 那么几回吧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如果你要跟别人去 共用这个剃须刀的话 其实还是存在这种 血液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风险的 那么以上的这些包括像针灸啊等等 如果你都去使用一次性的针灸针啊等等 我想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第二种呢是母婴传播 也就是如果母亲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 如果在这个生产的时候 没有经过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干预处理的话呢 其实生出来的小孩就特别容易 也感染这个乙肝的病毒 对 那么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性传播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高度关注的 我们接下来看 增加肝癌风险的第二颗雷是什么 雷区二酒精杀伤力四颗雷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舞酒不成宴席啊 是吧 只要感情深一口闷 一口闷 感情浅再舔一点 感情浅再舔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个这个肝胆的专家 专门研究肝病的专家 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 所谓的这个肝癌发生的相关的原因 就归因到酒精的有多少 那么从全球范围来说 肝癌的发生有30%是归因于酒精的 比乙肝略低一点 如果按照这个 比如我们知道 有一本杂志叫柳叶刀啊 这个柳叶刀是专门发布一些 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 那么最大众人群的数据报道 其实任何一个剂量的 酒精的一个摄入 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我们知道酒精是需要肝脏 最后进行代谢的 是吧 那么其实呢 肝脏对于酒精的这种处理的能力 它是有限的 那么有研究表明了 大概它一天差不多 这个极限的处理能力 可能是180克酒精 如果说相对来说 对肝脏影响比较小的 当然我们是要把它 折算成酒精的克数 一般呢我们可以把 比如说白酒 二两 那么是100毫升 对 那么我们看这个白酒 到底是低度的还是高度的 比如说是这个50度的 那么比较好算 50毫升 50毫升呢 我们知道这个酒精的这个密度 相对要比水要轻一点 所以它还在乘一个0.8 才是它的重量 那么它就是40克 那咱们来看看 您现在大概这个量 我就是偶尔出去应手喝一下而已 我的量也就是半斤吧 再多就晕了 高度白酒半斤 对 差不多 也就大概是300毫升白酒吧 我是因为平常几乎不喝 但是就像您说的 有时候逢年过节 比如说春节 大家可能这个氛围已经到这儿了 可能也就是喝个一杯啤酒吧 一杯啤酒大概也就是300毫升 我要一般也就周末的时候 跟朋友一块聚一聚 大家稍微小酌一下 但是呢 在喝之前呢 一般都会说 今天我们总量控制 少喝一点 你看上次我都喝断片了 今天我们少喝一点 但是喝着喝着呢 就不知不觉的 就喝多了 就这样控制不了了 我也就喝个半斤 差不多250毫升左右吧 我在年轻的时候吧 我喝一般的 要一喝就是一斤多 也就是差不多500毫升 为什么那时候一天 一斤多白酒呢 就是老是为导演党酒 咱们大概折合一下 折合一下酒精的含量 就按50度算 按这个算下来 你是多少 300毫升 300乘50乘0.8 您120 大姐您那个是200 小刘你那是100 我这100 杨蓉这是9.12 对9点多 但是这些数值呢 您怎么评判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实际上 它也没有一个 绝对的所谓的 安全的一个界限 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 可能在40个酒精摄入以内 还是一个肝脏 大体上可以处理的 这样一个范畴 40 医生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咱们刚刚算的话 是以每天 这样的一个量来算吗 我们讨论的是一次 它实际上还是按照 比方说某一次饮酒之后 可能对肝脏造成的损害 来算 明白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有高风险 来 把地雷都贴上 你不用了 杨蓉 对 我应该不用 为什么酒精会对肝脏 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酒精的一个正常的 代谢的整个的路径 我们知道酒精 其实化学名叫乙醇 是吧 那么这个乙醇 进入体内之后 它首先需要变成乙醛 变成乙醛这个工作 它由一种酶来形式 叫乙醇脱青酶 那么乙醇脱青酶 使得乙醇被氧化 就变成了乙醛 那么这个乙醛再被氧化 那么通过乙醛脱青酶的 这个作用 它就变成了乙酸 换一个说法 其实我们醋的主要的成分 也是乙酸 所以乙酸就不太稳定了 它再被氧化 它就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了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在酒精它的整个的一个 生理性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 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中间产物 那么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酶 那么这几个酶呢 包括乙醇脱青酶 乙醛脱青酶 那么分别产生了乙醛和乙酸 那么其实呢 我们讲 对于我们喝酒以后的 机体的一些反应或者损伤 或者和肿瘤发生相关的 那么其实也都和这几个 中间的代谢产物有关系 目前的研究其实表明 那么乙醛呢 在整个 尤其是跟消耀道系统相关的 这些肿瘤的发生当中呢 其实是一非常重要的 一个化学的物质 那么包括我们中心的院士 做的包括食管癌相关的 一些研究呢 也发现 如果比如这个乙醛脱青酶 缺陷的这部分人群 那么它还要喝酒的话 其实它发生食管癌的风险 比正常人是要高好多倍的 比如这个人呢 酒精喝下去了 叫乙醇嘛 那么乙醇呢 被乙醇脱青酶 氧化变成了乙醛 但是呢 由于它缺乏乙醛脱青酶 所以使得这个乙醛 这样的一个中间物质呢 就在体内呢 蓄积下来了 那么这个蓄积呢 其实和癌的发生 就是明显相关的 这就没有办法完成 再代谢成乙酸 最后代谢成水和氧化碳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啊 主任 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 筛查的方式 去查一查 自己到底缺不缺 这个乙醛脱青酶 如果我缺的话 我补点不就行了吗 这是个思路 我知道好像有一种人 尤其是有一种女生 就特别特别能喝 好像就说是这个酶 对 特别能分明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好像是 就说我是酒漏子 因为我喝一斤多 一点事没有 你看 从来没有过问题 代谢能力强 所以为什么 挡酒老让我去挡呢 其实有一个 最简单那个方法 脸红的人 往往就是 乙醛脱青酶 缺乏的人 不是脸红的是 脸红的是 散酒快能喝 恰恰是脸红的人 往往是乙醛脱青酶 比较缺乏的 当然了 我们如果通过 科学的方法 我们去检测 现在这个酶的活性 我们还是可以去检测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刚才您说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说你先天的乙醛脱青酶缺陷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让你吃点喝点什么 就能够补充 外人性的补充 目前还做不到 这种脸红呢 其实也算是一种 先天的生理性的保护 就告诉你 可能你就别喝了 因为如果在那种情况点 我们刚才讲了 说你本身就缺乏 这个乙醛脱青酶 你还得硬喝 那么可能相对来说 发生肿瘤的风险 会比别人要高 但是呢 其实最终还是要靠 就是适度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其实 有一篇文章比较有意思啊 那篇文章讲的就是 都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人喝完酒以后 可能走路就不稳了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 说有的人喝完酒以后 容易断片 是吧 就是会 他的记忆啊 或者他的一些 所谓的情感等等 他可能会有些变化 对 那么最近有一篇文章呢 医学上我们叫 共济失调 就你走路走不稳啊 走几步你就摔啊 平衡感不行啊 共济失调 然后再加上一些 这个情绪啊 情感啊 记忆的一些 这个功能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个 影响到底是和 刚才说的乙醇 乙泉乙酸当中 哪一个化学物质 最相关呢 那么他的结论是乙酸 如果你的乙泉脱氢酶 足够强大 就像他那样 是吧 这个但是你喝了很多酒 比方一下子 喝了一斤半两斤 那么有很多的 这个乙泉 迅速地变成了乙酸 然后这个酸呢 还来不及 虽然它不稳定吧 但是它还来不及 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所以呢 它随着这个血系统 就进脑了 脑里面的这个乙酸的含量 如果比较高的话呢 它就容易会出现 刚才说的 像共济失调啊 像这个一些情绪的 或者是这个断片的问题 反正说一千到一万 少喝 千万要适度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增加肝癌风险的 第三颗雷是什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业 独家冠名播出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增加肝癌风险的 第三颗雷是什么 雷区三 肥胖杀伤力 三颗雷 咱们先来说说体重 在医生的这个科学的判断里 这个体重或者说肥胖 你们是怎么来判断的 我们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那么我们叫这个体重指数 叫BMI BMI呢 它有一个计算的一个公式 就是把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这个平方 然后它会有一个介质 好 我们来计算一下 您是 95米 我身高是1米78 现在是1米65 体重69 75 我身高1米8 49 我身高是1米66 来 我们按照这个来计算一下 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流畅是29.9 梁大姐呢是25.3 郡成是23.1 羊绒最少17.7 所以根据刚才这个的数值 您的判断是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小于24 那么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体重的一个范围 大于24 对 如果是24到28之间呢 认为超重了 那么大于28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肥胖的一个范畴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肥胖呢 还是和肝癌 以及其他的一些肿瘤的发生 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相关性的 所以有两位要再增加一颗雷了 您是29.9 大姐是25.3 贴雷 接下来我们要请赵医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肥胖和肝癌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联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现象 就是在欧美国家 最近这些年 它每年肝癌的发病率 它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 它的每年的增数大概是在4%左右 那么欧美为什么上升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 在欧美的国家当中 那么它的这个疾病构成 它的疾病构成里头呢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 它是饼干感染的这个肝癌 但是不容忽视的 就是所谓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的肝癌 那么这样的人群呢 其实它也是肝癌发生了一个高危的人群 但如果说已经到了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这个阶段的话呢 其实它的比例就会相对会比较高 能够达到千分之 接近千分之五左右 那很高了 对对对 我们知道欧美国家 其实它这种操纵啊 这个肥胖的人群 还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人群 对 那么它为什么也会 有可能会出现肝癌呢 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 所谓的这种脂肪性的这个肝炎呢 是在于 比方说在肝脏细胞里头 或者肝脏组织里头 它的脂肪的成分 越来越多了以后呢 其实也是会 让这个肝细胞出现一些异常 包括胆质刷啊等等 或脂肪刷啊 它其实都是需要肝脏去代谢的 那么在代谢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代谢的不是那么的好 让很多的我们讲 在你代谢过程当中的 有毒有害的物质 蓄积起来 尤其蓄积在肝脏本身 那么它就也是会导致这个 进一步出现炎症 然后从炎症变成这个 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呢 当这些这个肥胖啊 操纵以后呢 其实我们跟内密相关的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基因通路 包括跟胰岛素相关的 一些调控通路 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些改变 对 那么这些改变呢 其实是和炎症的发生 是这个密切相关的 那么这种一个反复的 一个炎症的这种 这个一个刺激 那么肝脏 正常的肝细胞或者肝阻子 它反复地在一个 修复和被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这种修复呢 往往不是一个说 我修完以后修旧如旧 你修的修完了 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呢它就有可能 在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基础上 会发生这个肝癌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这个肝脏 过多地去承担 不必要地负担 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减轻一些口腹之欲 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增加肝癌风险的第四颗雷 是什么 雷区四 黄区霉素 杀伤力五颗雷 这个为什么会是五颗雷呢 赵医生 因为黄区霉素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致癌物 非常强的致癌物 尤其它是和肝癌呢 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并且呢 它和 比如我们如果这个病人 他已经有了乙肝 那么其实它和乙肝的病毒 对肝脏的这种伤害 那么它是能够起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和乙肝病毒 产生一种协同的作用 进一步加速肝癌的发生 所以呢 在我们录制节目之前 我们也请四位呢 分别拍摄了自己居家环境当中 这个大米啊 这些粮食储存的一些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大米一般就放在厨房的 比较方便拿的地儿吧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一般就是吃一袋 然后再买一袋 存储呢 就是简单的用夹子封一下口 这是我家厨房 这下面的柜子里面 是我们平时常吃的 白米 大米 基本上常吃的不密封 这是我家的阳台 在这个角落里 放着这些大米 那么这都是密封的 因为我不经常在家做饭 所以呢 刚好有一袋新的米 还没有拆开 那一般拆开之后啊 我的这个米呢 会用一个这样的夹子 把它给夹住 然后呢 我这袋米啊 是放在制物架上 这个制物架呢 原来有一个机碗机 这边呢 有一个水槽 这边呢 有一个窗 这是我家的厨房 在厨房的水槽下面 我们有一个空间 用来放平时日常会用到的大米 那这个大米就是用一个密封罐来保存 这是我家阳台两侧的一个储物间 我们平时不用到的米面就放在这里 然后平时家里备了三袋米 上面还有一些不用的调味品和油 这是一个百叶窗来通风 好了 各位 米面凉 看一看储存的地方 有放的水池子下边的 有放一个罐里头的 有密封的 所以刚才赵医生您看完了以后 这次谁又会增加了风险 要增加一颗雷呢 我看了刚才大家储存米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我们左边的这三位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羊绒它是放在密闭的柜子里面 并且是放在水池底下 比较潮湿的环境里面 这是不太可取的 那么梁老师我们可以看到 它囤了很多的米 那这种长期储存大米的习惯 其实也是不好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储存的盒子也没有密封 它只是简单地盖了盖子 这也是这个不利的因素 那么刘畅呢 他家的米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随便往地上一放 那么而且他用的那个夹子呢 这个密闭的这个夹子呢 其实是比较小的 也容易造成这种 密闭不严的这种可能 每人增加一颗雷 好了 那我们得来说一说 为什么刚才这样的储存方法 会容易产生黄曲霉 那么如果从储存的这个环境 或者条件来说呢 首先一方面我们知道黄曲霉呢 其实它是最容易在 这种富含淀粉和这个油脂的食物当中出现的 这个米啊 面啊 玉米啊 大豆啊 那么米可能还好一点 那么像玉米啊 或者是大豆 其实它是更容易 这个被黄曲霉毒素所污染的 如果这样的食物呢 又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和高温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在一个80%左右的湿度 在28到38摄氏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么黄曲霉菌呢是最容易生长的 也是最容易去释放这个黄曲霉素的 毒素的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包括像在这个华东地区啊 包括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 那么相对肝癌会高发 因为那些地区呢 是非常符合黄曲霉菌生长的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江苏启东这样一个区域 其实是一个肝癌的非常高发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在以前呢 做过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那么当地的居民呢 其实他是非常喜欢食用玉米作为主食的 并且玉米储存的环境当中 由于当地的气温啊 包括湿度的这种条件 是非常适合黄曲霉菌的生长 所以玉米就出现霉变 那么当地吃这个玉米呢 他有一个习惯啊 他愿意把这个玉米呢 做成这个玉米糊 那么在玉米糊调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会用到这种比较长的一个筷子 不断地去搅拌 然后搅拌完了以后呢 这个筷子呢 就直接可能就挂在墙上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人员 把这个筷子取下来 把这个筷子上面这个玉米糊的这个残渣 我们去做一个检测 发现里面有比较高的黄曲霉素的 这样的一个含量 这也是说当地会出现一个肝癌 比较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黄曲霉和肝癌之间 它为什么会伤害到肝脏导致肝癌 是因为那么这个黄曲霉呢 它会激活那么肝细胞上面的有一种受体 我们叫做芳香菌受体 那么这个芳香菌受体如果激活以后呢 会导致这种常炼的脂肪酸 它的代谢受到影响 会有更多的这种肺料 有毒有害的物质堆积在肝细胞里面 那么它会加速 那么正常的肝细胞 它的炎症化 它的癌细胞化 那么这是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这个黄曲霉 会导致肝癌的一方面的这个作用 另外我们团队的这个另一项工作 其实我们发现了 尤其是在这个男性的这个病人当中 其实黄曲霉毒素 它会通过跟雄基素相关的一些通路 去影响刚才我们说说的 这个DNA的一些这个修复啊 或者一些复制的过程 那么它营养了这个过程之后呢 其实它就会进一步的 这个加速肝癌的发生 这么说起来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黄曲霉就像是一个特工一样 从进去到身体以后 就把你身体里 肝脏里原有的那个 潜伏的那些都给激活了 然后就开始导致 你的身体出现状况 是的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要赵宏医生 特别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说某些人群 是需要经常或者说 及早地去做一些检查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有慢性肝病背景的人群 都是一个肝癌的高位人群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乙肝的一个人群 那么中国其实现在 还有差不多8000多万的 这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 这个人群啊 那么还有比如说 另外一种病毒 饼肝病毒感染的人群 这都是有慢性肝病背景 然后长期饮酒 还有这种 久经性肝因化的这个病人 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了 这个体重超标 那么出现了这个脂肪 非久经性脂肪性肝病的 这样的人群 其实它都属于 这个慢性肝的 这个基础疾病的人群 也都是肝癌的高位人群 是我们需要去进行 筛查的人群 您建议他们多久 做一次检查 做什么样的检查 目前中国的肝癌塞查指南 还是建议高位人群 那么在比如45岁以后 要每半年做一次超生 和这个血液的 我们叫甲胎蛋白的检查 每半年就要去一次 对 这是一个联合的检查 血液 肿瘤标注 再加一个超生的检查 那么这样检查的效能呢 其实呢在目前来说 可能还不是说 那么的令人满意吧 它大概总体的一个 我们讲我们叫敏感性 或者敏感度 大概是在百分之六十几 也就是说如果 在高位人群当中 去做这样的一个 规律的这样一个筛查的话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多的 这个人能够在这个 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 能够发现这个肿瘤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 无论对患者和医生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前 是的 好的 谢谢赵宏医生 也特别感谢四位 大家要记得赵宏医生 今天给我们的忠告 远离肝癌的雷区 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各位